哈哈哈哈 叫你拨开我的抽屉拿出吊蛋 亚洲最惊人心 Superstar 别怕任何事 怕 身为一个艺人 我每天都活在否定自己的恐惧中 我小时候鼻子被烧伤过 导致我后来很怕蜡烛 有次停电 家里浴室点了蜡烛 我怕又被烫到 所以没有吹起它 结果造成失火 连消防队都出动了 经过这件事我才明白 如果不面对恐惧 我可能会伤害到最亲爱的家人 旁边的人起床了 都几点钟还在睡 哎 怎么那么晚来叫我 没有我们就看到我们所有了 马路怎么冰箱里面没有电当 你要电当为什么不早说 明天晚上 明天晚上 下午睡 上午睡 上午睡 我来不及了 我先出门啰 老婆我的手表那样 你有看到吗 我怎么会看到你的手表 我刚放桌上啊 因为在卧室吧 算了算了 来不及我先走了 拜拜拜拜 拜拜 喂怎么样 S后天的通告你准备好了吗 什么 不是说下周拍猫 我怎么改后天 你什么时候跟我讲的 真的去查 没有骗你 你如果那么临时改 你就是要打电话通知我 你现在跟我讲 好拜拜 徐希蒂女士 是 今天过得还好吗 太可疑了 太可疑了 对啊 我们来做个简单的小测验 好 那我问一题 你答一题 答不出来不勉强 好 今天是几号 13 接下来可能要有点努力 你试着看看好 嗯 我们从20-3 陆续的减 一直减3下去 嗯 20-3 17 17-3 嗯 14 14 14-3 14-3 11吗 11-3 嗯 11-3 8 8還9 没关系 不要紧 我们已经做得很好了 但跟您说明一下 哈 阿兹海默症状初期的病症 患者的记忆力出现衰退的现象 11 身为一个艺人 我每天都活在否定自己的恐惧中 我怕是不是胖了 怕是丑了 怕是不好笑了 我怕忘记回家的路 这是我二女儿帮我做的卡片 她说 不管您老还是年轻 都很美 等您老了 我会照顾您 我还怕忘记我所爱的我在乎的人 好喜一个月 好了不要再看照片了好不好 我本人就在这 你爱怎么看就怎么看OK 你是谁啊 我是谁 许老师 没有啦我是小Ace 那我到底是谁啊 皮肤变得粗粗的 腰又变那么胖 我拜托你 不要再自我否定了好不好 丑了老了不好笑了 who cares 我根本没有需要取悦谁啊 我我我我我今天过得不是很开心 我需要被取悦 你可以取悦我吗 你知道吗 你得了老年痴呆症 你忘了付出 你忘了怎么去爱 你忘了所有的事 你甚至连回家的路都忘了怎么去 你说的是真的还假的 你真的很老梗耶 有点是老人嘛 所以用老梗 老娘也没那么老 OK 来 干一杯 老的人 就是喝的少的那个人 害怕是人性 一望也是正常 我还记得笑 只有无趣的力量 啊 真的是老了 小s红酒下毒 放吵开 小S徐西弟拍苹果微电影现场很失控哦 他假扮老S同框尬酒 现场其实是由工作人员与他对系呢 不亏是综艺老江湖啊 他笑看苹果恩仇录 语不惊人事不休 家暴好像也吃过你去的 家暴好像也吃过你去的 应该是你 初婷也是你去跟班 面包也是你 家暴是没有爆出来之后 到现在我真的哪里有偶尖 他们都还会说 到底是不是你老公打你 我妈每次来 刚好看到那个 这边有一点点瘀青 他就说宝贝 麦克对你好不好 我做的这次撞到OK 我们两个就是顶多在床上互打吧 剧组之前要众心与苹果发声关系 大家的表现是发护情 只护力 嗯 堪称拘谨 轮到小S呢 可能因为太放松豁出去了 把情感过分浓烈啊 恭喜苹果日报 点击力那么高 谢谢 恭喜你们哦